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国盟的领袖Takiyudin 他今天说了一句非常好笑话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是笑话没有力了 他说这个首相安华 他借用这个开灾节活动 大家都知道安华要去回教党的那三个州那边 举办开灾节活动 他说安华这个举动是祈节宗教 你祈节这个宗教的活动来帮自己拉票 这个叫做祈节宗教 我在想啊 这天底下 所有人讲谁祈节宗教都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最没有资格强的人应该是回教党了吧 如果说祈节宗教 回教党认第二谁敢认第一 他的名字有的给你叫了 回教党 他直接把整个宗教的名字 放在自己的正党的门口 那个牌匾那边 所以 谁才是最祈节宗教的那个 OK 说到了祈节宗教了 回教党 祈节宗教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奇迹了 OK 他如果说了 宗教是导人向山的 所以他这个正党是根据宗教的名目来导人向山 OK我可以接受完全可理 但是呢我其实最顶不顺的情况是怎样的嘛 就是呢 这个回教党的领袖啊 哈迪阿旺啊还是谁啊 爽爽就来一句 哦 这个回教应该是要这样的 那个回教应该是要这样的啊 你做这个东西上昌不喜欢啊 你做这个东西上昌喜欢啊 哇 就是这样的情况咯 就是呢 回教党的领袖啊 什么时候变成先知了啊 什么时候呢 他可以代替这个天说话 上昌喜欢不喜欢 由他来决定哦 不是由那个末好莫德先知来决定哦 而是由他来决定哦 就是一种现象叫做带天说话 你知道吗 OK so 这种情况之下呢 谁才是最祈节宗教那个 肯定是回教党 我们必须要啊 非常彻底的怀疑 这个回教党领袖 你凭什么可以代表整个回教说话 你凭什么可以代表你回教的上场说话 这是我一路来 我都觉得很爬头的一件事情啊 我还是觉得很莫名其妙一些事情 你到底回教党的领袖 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来做 OK 讲到这里了 可能啊 很多人啊 曾经有说过 就说呢 能不能禁止啊 这些啊 以宗教为名目的政党 其实不止 不只要以宗教为名目的政党应该被禁止 连那些以宗族为名目的政党也应该被禁止 宗族政党跟宗教政党都应该被禁止 很多人都在谈这个方向 但是呢 要做到呢 其实是非常困难 强困难呢 OK 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因为呢 你这个宗教政党跟种族政党 我就举两个就好了 一个是回教党 以回教为名 一个是武统 以种族为名 这两个东西 你禁下去的话 你要知道他们的反弹有几大吗 你禁下去的话 你这边呢 你就做了宗教叛徒 那边你就做了民族叛徒 你禁掉这两个的话 反弹有几大 所以我就说 你要做到这一个禁止宗教种族名目的政党 在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反弹会太大 OK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在逻辑上 也有一点性不同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注册局 ROX 它那边呢 所有的社团的成立 都是要经过这个注册局了 当然注册局那边虽然有分 这些是政党 这些是NGO 不是政党 但是呢 NGO随时可以切换变成政党 像我们之前很出名的那个土权 它本来是个NGO 但是最近它升级变成政党 这个NGO随时可以切换变成政党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不重要 OK 现在我们说了 我们要禁止这些社团 政党 以这个宗教跟种族为名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做的话 这样我想问你 我们华人 更多那些以宗教跟种族 为名的社团 佛学会 基督教会 还有就是那种什么会馆 什么会馆的 海南会馆 客家会馆 还有什么华人商会 然后华人什么会 华人什么会 其实我们也是一大堆 以种族为名的社团 以冠祭为名的社团 然后以宗教为名的社团 我们也是有 所以你想象你这边 你进了这个回家两个武统 这样你花了那些一大堆 是不是也要一起进 所以我就跟你讲了 逻辑上行不通了 所以我是认为呢 在马来西亚的未来呢 即使要进到这两个也不简单 因为你要进的话 除非你进到完 所以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呢 就是呢 马来社会呢 要尽早的清醒一点 就是呢 这个世界上呢 最后一个可以带天说话的人 那个叫做先知莫哈摩特 之后就没有人了 这是他们回教经典说的 但是今天呢 如果还有一些政党领袖呢 告诉我们呢 上昌喜欢这个 上昌不喜欢那个 还可以用他自己的角度来 诠释可兰金的那种 这种人呢 你们眼睛压差亮一点 到底可以 不可以相信了 OK 今天我讲这个东西呢 我也不怕得罪这个马来社群 OK 因为 我讲的东西是事实嘛 就是难道你们认同 当今回教党领袖 就可以代替上昌说话 可以 解读上昌的话语 你说 可能吗 可以吗 不可以吗 是不是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哈哈哈 squish 那 我们这个年轻人 楼 帮助 прод 对